这个体制的要求,我再次重复一下,很有必要,就是八味且鱼汤的体质,我们有私立散的体质状态,有半价后鱼汤的体质状态,同样有八味且鱼汤的体质状态,换句话说,八味且鱼汤体质并不是简单的认为是私立散体质与半价后鱼汤体质的组合,我们不是这样简单认为啊,不是这样简单认为, 虽然有这个因素,有这个要素在里面,但它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从四个方面来锁定八味且鱼汤体质,我们大概四个方面锁定之后,我把它叫做方正证据链,大家可以,什么叫方正证据的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链条之一,绣格是一个链条之一,那么一些外在的症状表现是一个链条之一,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我们的客观啊,还有换成的主速当中的反映给你的,这样一些信息,这又是链条之一,我们把这四个链条加起来,起码你要满足两个链条,到两个以上的链条以上的时候,才有可能是八味链条, 当你满足了这个方正证据链条的一大链条以上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使用八味链条,大家能懂吗? 就是我们既要知道这个方式,创意用非常广,又要特别的注意和搞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人,什么情况,我们要用方。 这样,我们才能把人方用好,用对,用准,而有效的,而有效的。 那么,第一个链条,我们要看外形。外形一般啊,我们不是说一般,啥叫一般呢?就是常规。 它是中等偏称,脸色啊,就是它的面色啊,面额上说叫面如蒙尘。 啥叫面如蒙尘啊?就是脸啊,好像没洗脸一样,好像有灰尘一样,就是那种黄而黄,或者是有点青黑色。 就是,原来它走到评出当中,就会有人说,哎呀,你这人,你过来过来,我们一顺便。 你啥啊,你这是印堂法案,你这有灾了啊? 那么印堂法案啊,其实也是有错吧。 就是它面色不像。 中等偏称,脸色黄啊,面色黄啊,或发青黑的。 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啊,我们这个患者一进到我们的枕灯室,坐在我们的枕灯桌面前, 什么这些大人的外形怎么样? 它的面图表情怎么样? 它的面色和皮肤的颜色怎么样? 这是我们先看的。 啊,望而知之会之神吧。 第二,性格,什么内向啊,压抑啊,焦虑啊,恐惧啊,敏感啊。 你看,内向压抑的,这个是财物,对吧? 那么焦虑、恐惧又敏感的, 这是倾向于伴侠。 啊,倾向于伴侠。 它是五大特征,包含了两个药的药证在里面。 啥药药证,我再说,就是用药的证据。 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开药。 我们一定要为你开的药找个证据。 你不能说服别人,你要说服自己。 就是我为什么要给这个患者开的药? 它的证据在哪儿? 你先人心自温。 如果你人心自温以后,你没有发现的可能。 好,先不要逃避水,再涨。 你先不要白痴。 那么,这个内向啊,压抑啊,这个焦虑啊,恐惧啊,敏感啊。 这个是需要我们医生去捕捉。 甘土旺先生也写过他有一本书叫甘土旺英华。 他当中就是一篇文章的叫捕捉。 捕捉就是我们当医生要善于从患者那么多的土族当中, 一点不休的,咱们复杂的症状表现当中, 找到对我们有意义的,有用的信息。 然后再把这个信息呢,进行关键词化浓缩, 然后一切也不来,形成我们的证据点条。 他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但是你总结一下,你说你这是压抑, 你这是教育,你这是你感觉你是多疑, 你是性格偏于内向。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患者不会告诉你说, 大夫啊,我压抑,我教育,他不会这样告诉我。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患者的平常的生活语言, 做上贯彻的医学的概念。 然后啊,再拿这个方样去与对应。 大家能听懂吗? 这样才能够破解医患之间的沟通的代沟。 达到这样的一种平衡和完美的结合。 完美的结合。 这是通过它的内向压抑, 我们要先看,后问,再交流,沟通。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患者, 他才是个性格。 你比如财富人,我在认识室, 你给他说三句话,他才能连一定都不想回答你。 他的表现啊,非常的不积极。 你问他啥,或者点箭头,或者摇摇头, 或者就,嗯,就来这么一声。 啊,就不知可否啊,或者是无所谓啊, 或者就是达非所问啊,闪烁其词啊, 躲躲闪闪,欲言又止啊。 他就这么一些表现。 就是个机器,就是给你回应性不高。 这种偏钱。 但是万下呢,他对他的想法啊, 他就比较纠结的, 比较反复追问的, 打破什么混到你的, 跌跌不休的, 让你觉得有点烦的, 整天万下的。 那么这个花卫解枪呢, 他具有这个双重器。 就是他那么大力, 啊,你问他问题吧, 他不回答。 哎,他问, 你问起起来, 是你也不休。 你回答他, 如果你回答他的问题, 虽然你很耐心, 解释的已经很到位, 但是却没有达到对方那么满意的余值。 好,他还是要问。 而且他会转换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方式, 去追问相同的问题。 你一听,哎呀, 还是个事儿, 你就有点反了。 其实, 这种人很聪明, 啊, 他就是为了避免有凡, 他会转换方式, 但他的故意还是不容易, 啊, 这是半下的语言。 第三呢, 他有他的症状表现, 这也是在我们的问人国中得到的, 什么恶心啊, 云车呀, 那云车也是个恶心啊, 他是一个护死啊, 云车代表恶心。 啊, 凶嫩呢, 这不是半下呢? 对不对? 但下来是有一种遮挡, 凶嫩的, 恶心啊, 它是反流, 它是神经的一种, 紊乱, 啊, 神经不得了, 紊乱, 性嫩。 那么, 手不冷, 凶嫩, 这是财物。 腹脏痛, 身痛, 这就是财物。 凡是痛的, 是财物。 凡是炸的, 多半下。 啊, 多半下。 那么, 烟口用感, 肯定是半下。 啊, 肯定是半下。 所以说, 有很多读报, 听了我的读报, 黄老师, 我什么时候用满汤汤啊, 什么时候用这个, 思念産的, 什么时候干, 有什么时候合用啊? 哎, 你就是看这方式的语练嘛, 它有没有烟气感啊, 但是要特别明显明显, 明显的, 有何方慢下的汤啊, 没有这个, 不让我烟口用感, 运输可行啊, 它只有愚昏, 只有邪力的炸风, 只有紧张, 只有压抑, 思念産的风, 对不对? 对不对, 干啥非要, 还要弄他啊? 是的, 我们思念産, 一样可以解决的, 不一定说, 非得用八条五条, 才叫八位解决嘛, 才能去解决, 思念産, 单纯也可以解决嘛,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解决, 这是理由夥的啊, 其他, 第四个方面的其他, 就是以上一样外形, 性负责, 症状表现之外, 还有一些, 关于对于舌头, 复诊, 还有疾病苦的, 这样一个诊折, 也是我们的参考信息, 蛇指, 一般是偏淡论的, 大家都可以, 这个淡论, 淡论什么意思? 不一定非得是淡论, 只要它不够厚, 不够黄, 不够红, 这种状态啊,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淡论, 大家能够读得我认为, 就是, 不一定是淡论, 但是只要不黄, 不厚, 不红, 没有影响到不黄, 厚, 你, 这样一个特征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 因为一旦是黄了, 我的章品, 在第五药里说, 蛇黄胃下肢, 下肢黄四驱, 就是说明它胃藏到有垃圾了, 我们要一个大黄, 是不是啊, 那头儿呢, 它说明它有充血, 它有炎症, 它有肾充, 我们要一个黄蜻黄蜓, 要抗充血, 要抗蜓, 要质量力的形成, 啊, 那如果它有舌太后呢, 这个地方胃藏到, 或身体某个经络, 有湿蜓的预计, 这个时候你单纯的败胜保命, 可能要加上花楼啊, 男星啊, 白蝶子啊, 甚至蒙食, 对不对, 所以说, 除了这几个明显特征之外, 都可以认为是八位这一趟蛇, 那换句话讲, 八位这一趟蛇, 不具备变形性, 就是具有多变性, 我们只要掌握一个范围, 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就是说, 只要你没有红, 黄, 抗, 这些蛇蜡表现, 八位这一趟都不拒绝食物, 啊, 也就是八位这一趟, 它不是你蛇蜡, 来作为五方之者, 啊, 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啊, 蛇蜡呢, 多胖大有齿的, 这个蛇蜡胖大有齿的, 传统工业老师认为什么呀, 是不是说脾虚啊, 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这个并不是说脾虚, 它只是体内的水尸停留, 造成了局部的这样一种, 浮流堆积, 所以说, 蛇蜡胖大, 你蛇蜡胖大了, 口腔是固定的, 它不会随着你蛇蜡的更大, 而练积身大, 它口腔是固定的, 它就会有点练习, 你蛇蜡胖大, 它练积没有增加, 你这个蛇蜡有牙齿, 大家想想, 是不是接触得更加劲力了, 它就会有齿的吧, 是不是啊, 它就会有齿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蛇蜡胖大有齿的, 不一定是什么痞虚啊, 大家千万, 在诊断局面的时候, 不要总是, 强加给自己, 或强加给外, 这种, 教科书式的思维, 因为一旦你这个思维, 接触你的大法之后, 你一页障碌, 可能就见得到态山, 它就能闭了你的双眼, 这个所定乱将化的你的思维, 让你, 没办法再深入, 精确的更加, 先不要想断, 要把这个过程走组走细, 把这个信息搞透, 然后进行翻译, 翻译之后, 找证据列条, 最后再决定诊断, 这个时候呢, 诊断的质量, 就会比较高, 你诊断这样恶高, 你处理的方法就越对, 最后的效果, 那是必然的, 那就是必然的, 所以说, 很多换岛发现, 有一个毛病, 一个毛病, 也是我早期的毛病, 就是, 太极, 一砍到换岛, 怎么来, 是连马上就闪出来, 来个家人, 就离他, 马上就来来, 就问他, 你都不管, 你都先把这个方法都锁定了, 行, 所以你还是考虑思考, 就没有办法理解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功夫做细, 诊断一定要细, 你没有一个诊断的思维都不成, 你最后的这些方法, 这些努力, 都是排档, 都是排档,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要细好, 你舌头怎么样, 你眼神怎么样, 你皮肤的颜色怎么样, 你烟壶感觉怎么样, 你的祖宿怎么样, 你的父神怎么样, 你的脉口怎么样, 你的脉口怎么样, 你大小便怎么样, 哎,你多大年龄啊, 说到多大年龄, 我再给大家提醒, 我们在行方当中, 患者的年龄也是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发现, 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随着年龄增长, 他每一个年龄段, 都有他不同的发表特点, 我们会根据他的发表特点, 因为他的发表特点, 来临于他身体的机能, 身体状态, 啊, 他的状态不同, 他的发表的特点, 就不同, 我们根据这个特点, 来与一条级, 来与一条级, 这个呢, 就非常清楚, 所以说, 我们问患者年龄, 不接近, 简简单单的, 为了写一个名, 写一个数字而已, 这些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怎么样, 用方的指导, 啊, 用方的指导, 你比如年轻的时候, 这个人很可能, 就能够用到, 大健康, 他的体格比较健康, 到了中年的时候, 他很可能, 就会转化出, 位置不完, 他的血液出环不好, 那到了老年的时候, 他急流退化, 他急流直直转, 这个可能要用到, 黄旗类方法, 我们叫强壮, 一个大财富人, 转化为黄旗人, 他是需要年龄和时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年龄吧, 我们说, 什么人, 藏什么群, 我们改一下, 叫什么年龄段, 有什么力, 这个也是一定的, 这个就形成了, 我们整个的, 诊疗思维体系的一个, 一个指标在这里, 有一个大方向, 但是我不是说, 一到老年, 一到老年, 我们反而会发现, 老年人反而有, 大财富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随着研究所讲, 他技能会退化, 那技能退化之后, 他代谢的问题啊, 他未尝到技术的问题啊, 他排泄的问题啊, 都会退化, 于是呢, 他那些垃圾会越堆越多, 因为他一天没开完, 五天没开进, 好, 慢慢堆滴堆滴, 形成了, 他会要个垃圾,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去捕, 因为他是一种, 拥堵的状态, 这叫做, 因虚而至实啊, 就是由于你身体的退化, 导致了垃圾的堆积, 反而是个石针, 这是局部的局, 局部的石, 我们把这个石给弓掉, 比如说, 你用大材料, 你用承击它, 或者你淘河承击它, 我给你一通, 肠胃大垃圾一排死, 哎, 你的胃肠固然也没有了, 你的心脏压力也减少了, 你的肝脏解冻的代谢成绩, 也减轻了, 你的肝功能反而, 原来软上没高的, 现在软上也不高了, 胆红素原来高的, 胆红素现在也降了, 因为你的大材牌了呀, 单长使团归出来呀, 你的厂道大材没有了, 你的各项造替的困难, 都缓解了, 这个时候, 它反而能够通械, 达到我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辩证法。 我们在一起的复证法第四个条件, 主要是有限 疫情的地方, 我正在一起的路红素原来的地方,